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默琴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第五节课,兵线处理与玩法错误纠正 首先呢,我们先说第一个点,常见玩法错误纠正 为什么就是专门列一个这样的点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玩寡妇这个英雄啊,很容易就是犯一些比较致命的错误 所以这里的话,专门给大家提点出来 首先呢,我们先说第一个点 不熟悉防御塔真实范围过早被对手发现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第一个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抓敌方的这个辅助 对吧,但是如果你不熟悉 就是走到这里会被敌方防御塔发现的话 那么你就会第一时间被人家看到 这样的话,要么杀不掉人,要么被人家给杀掉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 离防御塔比较近的这些墙 你想要从这里过去的话 会被防御塔看到 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们熟悉以后,熟悉就知道哪里会被看到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下 而不是直接走到这里 在这里等一下,等这个杰拉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再直接就是往前走一点 被发现没关系 被发现的时候,他想跑已经晚了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他没有办法去跑 我们直接E上去Q啊,惩戒之间啊,就可以杀掉他 但是被发现了,把人家第一时间往后撤 这样的话,就杀不掉人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不舍得大招 没能及时斩杀对手 使对手逃生或者是被反杀 这个是寡妇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这里啊,偷到了这个炸弹人 对吧,但是由于你不舍得大招 人家交了保密技能 对吧,你想要再杀的话 就已经晚了 所以当时就不要省这个大招 直接啊 直接E上去Q 然后直接R 这个时候就应该直接R 把他给斩杀掉了 但是你不舍得大招 对吧 后果就比较惨重 所以就是我们看伤害够了 斩杀现在到了直接R 也不要给对手机会 也不要不舍得大招 第三个 进身后平 进身后能平A或者是E处罚魅惑 的话 我们就应该就是平A 或者用E处罚是最保险的 不要就是非要用Q 容易空Q 导致杀害不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能用E或者平A之后魅惑他 魅惑他他肯定会靠近你 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放Q 第一道Q容易重 而且接下来的三段肯定也是必重的 这样的话我们杀害够就能把对手给杀掉 但是我们看素材 这里魅惑以后 进身之后 像这种有兵线挡着或者有野怪 或者是对手 坦克英雄挡着 这样的话我们的Q 第一段Q就没中 这样我们首先就是 少了一段Q的伤害 对吧 然后之后再用其他技能 那可能伤害就不是很足了 本来这里我们第一段Q如果中了的话 是不用交大招的 但是这没办法 你第一段Q空了 你只能交大再把人杀了 之后没有大招的话 我们保命能力差很多 作战能力自然也会差 再回顾一下 W之后 进身 其实像这种情况下魅惑时间到了 2.5秒之后 完全可以平A或者是E 对吧 魅惑之后 然后再放Q 就四段Q都可以中 但是如果你强行追求Q 那么你肯定会少 就是空技能 少伤害 这是前三个点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Q技能预判经验不足 导致干客失败 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就比如说这里 这里其实是上上一节课 第二节课提到过的 第三节课 我们看一下 就W之后啊 对手他会往哪里走位 他会往墙这边走位 对吧 之前提到过 但是如果你经验不足 就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刚开始练寡风 经验肯定不足 所以这里就专门再给大家提一次 应该往对手 就是他要走位的地方放Q 这样的话 我们的Q空了 那魅惑不到对手 对手自然就跑掉了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W之后 近身 往这边放Q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没能绕后 没能绕后啊 过早使用W 下跑对手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 你可能是玩不明白寡妇的原因之一 这个大家要仔细理解一下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到时候我们呃 寡妇课开了之后啊 这个 大家加一下群 群里可以爱特我 问我 你不明白的话 我再跟你讲 这里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里过来了 对吧 这里过来了 想要杀这个女警 但是呢 其实啊 这里我们还可以再 我们再先看完啊 这里直接W啊 这样的话 女警发现之后 她直接往后跑 哎 你就直接把她吓跑了 对吧 W这个箭头也指出我们位置了 把人家吓跑就抓不死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应该怎么样 这个W就太早了 应该怎么样 我们再看一下 应该啊 往这边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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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绕过来 但是其实 呃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可能绕不过来 因为女警 但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啊 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 就是从这里 直接走上来 惩戒她 直接走上来 惩戒她 然后Q或者是E 然后直接就可以把她杀掉 但是你非要 但是我们如果非要放个W 就直接把人家吓跑了 再退回来一次啊 这里啊 直接走上去都可以 大家明白吧 直接走上去 然后呈戒 然后E上去 她到时候 她在交E的话 我们的E也会跟过去 再把她杀掉 还是W太早了 或者是完全没有必要W 这是第五个点 第六个 掌握不好W的时机 W组织后被发现 不及时近身对手 还与对手拉开距离 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 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 呃 等一下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点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太早把对手给吓跑了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这里过来绕后 对吧 但是我们就是太早W 就是对手在追我们的队友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太早放W的话 人家一直在往前 等到我们能追上对手的时候 W已经没有了 这样我们W就浪费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应该怎么样做呢 就是绕后过来 对吧 先往前面走 别着急 很明显对手就是要往前追 那你就先不要放W 等到走到差不多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放W 丝毫不晚 然后我们再说 刚才的第六个 就是第六个 我们再看一下啊 掌握不好W的时机 W组织后被发现 不及时近身对手 还有对手拉开距离 这里看一下 这个 刀妹啊 我们这里 W W之后啊 这里对手很明显已经发现我们了 当时我们离得够近已经发现了 呃 然后我们还往后退 这样的话 就已经被对手跑掉了 对吧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这里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应该交W了 这个就是W时机没掌握好 对吧 我们的冰女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已经把他位置给夹死了 这是一个没掌握好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W这里 刀妹已经发现我们了 对吧 既然对手已经发现我们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直接进他身 对吧 但是呃 被发现之后 你还跟他拉开距离 呃 你别看见我 你别看见我 你还往后跑 那就尴尬了 对吧 还往后跑 人家刀妹直接往这边一闪现 呃 跑掉了 抓不死了 但是呢 我们如果第一时间近身 对吧 走到这里近身 他就算闪了 我们Q还能够到他 而且我们还可以惩戒他 对吧 惩戒之后 他在闪还是会被减速 我们的Q还是能打到他 还能把他杀掉 大家理解吧 下去大家一定要多就是 掌握好W的时机 这个挺重要的 然后第七个没看 大家看一下 第七个其实是对应的第二个点 第二个不舍得放大招 没能及时斩杀对手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 比如说这个炸弹人 对吧 嗯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装备 已经是非常豪华的了 完全能够秒杀这个炸弹人 对吧 所以这样这种 直接上去之后 打一套 这个时候就应该直接R了 但是如果你不舍得大招 对吧 这里还有个瞎子 其实如果对手 有个硬控 是可以直接把我们反杀掉的 所以说还是 就不要省这个大招 熟悉自己伤害之后 打一套直剑 这里还好有队友 没有队友的话 炸弹人就跑掉了 我们就追不上了 反向R可能能追上 但是人家如果有闪怎么办 或者金身 或者人家队友赶过来怎么办 就这个意思 大家一定要理解 然后我们第一个点 就是常见的这个错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里就讲完了 第二个 干客后如何处理兵线 会是你的胜率 如何处理兵线 你会处理兵线的话 起码会让你这个打野 不管玩什么英雄 你的胜率会提高30% 首先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点 敌方兵多 我方兵少的情况下 不推线 我们看一下 但是要分情况啊 不是说任何情况下 敌方兵多 我方兵少都不推线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啊 直接进身 然后杀掉刀妹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像这种情况下 就不用推线 因为对面兵多嘛 对面兵多啊 这样的话 敌方的兵会吃掉 我方的很多兵线 这样要交给队友就行 兵太多了 你直接吃人家的 其实也不太好 对队友的发育 就是影响太严重了 而且就算队友死了 或者队友状态太差 这个我们的兵线 在这里可以卡很久的时间 可以 你要保证 他可以卡到 就是你的队友上 上线之后 这个兵线还在塔前 而不是进塔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推线 这里直接走就行了 直接兵给队友吃就可以 但是我们兵多 如果对面兵少的话 我们就需要推线 因为特别是队友状态特别差 没有倾限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帮队友推线 迅速的把我们这 这很多兵推进去 让对手亏更多的线 这样你抓人才有意义 你才能抓一次顶一次 你抓一次 让他亏损了很多经济和经验 亏很多兵 他才你才能把他给抓废 否则的话 很多同学都 都是怕队友说什么 抓完之后也不推线 而队友状态有很差 队友没有蓝 对吧 只能一下一下A兵 A到天荒地老 A到何年马月 对吧 这一大波兵 他一直在慢慢A 不是说一大波兵 我们家一大波兵 对面其实兵也稍微有点多 但是队友在一下下A 等他A过去的时候 对手可能已经 复活上线了 那么这一大波兵 人家一点都没有亏 对吧 上线之后 人对面上线之后 可以照样吃很多兵 这样的话 人家等级和经济丝毫不落下 那下一次 两边 就是线上两边人打起来 人家也不会劣势 也没被压等级什么的 就是死了一次 对吧 凭什么人家就能还 凭什么你的队就还能打过人家 这就很多同学就觉得 我帮了他两次了 为啥他还打不过对面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 一大波兵线进塔时吃线 手线卡线 这个我们要看情况 先看一下这个素材 这个就比如说一大波兵线进塔 那这个我们就肯定要是要吃这个线 但是呢 有个情况 我们要注意情况 首先呢 就是看队友位置 比如说我们家塞拉斯在这里 那么他如果就是很快能上线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用技能去把这波兵全部吃完了 我们应该补尾刀 就是补小兵的最后一下 等他上来还可以吃一些线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上不了线 对吧 他上不了线 他刚死 他也没有TP 对吧 这种情况下一大波线 我们就可以迅速吃掉 也不耽误我们时间 我们把这一大波兵吃完之后 还可以继续去刷野 抓人 反野等等等等 卡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兵线还没进塔 对吧 这里还有稍微几个兵 而且队友快上线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兵线放进塔 稍微就是卡一下线 补尾刀 等队友上线 或者是等队友传送上来 让队友继续可以吃这波兵 并且甚至他如果有意识有操作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波线卡到塔前 也方便我们之后抓 就比如说这里 对吧 塞拉斯快上线了 那么我们就补最后一下 也不要放技能就行了 他上来还可以吃到一点 但是其实吃不了多少 也看他当时的位置 第三个 兵线在中间 推不过去时 补尾刀 等队友上线 我们这里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家的队友死了 但是对面的石头也死了 但是我们家上单有TP 对吧 有TP 而且这这些线 我们还是比较多的 前期我们推不过去 而且下一波线也即将上来了 我们的下一波线要上来 对面的下一波线也要上来 所以你如果推的话 你也推不进对面的塔里面 而且还会被人家上来的下一波线 给卡到人家塔前 你如果这种情况下选择推线 队友就崩了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这种情况下万万不能推线 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补尾刀线 就补最后一刀就行了 队友有TP等队友TP上来即可 队友这里上来了 我们把最后一个兵吃掉 就可以走了 而且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兵线可以控在中间 甚至是我们塔前 这样的话 对手他下次上来 我们还可以再抓 这样才可以把一个人抓废 这里的话 石头看见他的炮车什么都要漏了 他可能没顾及那么多 看波比传送了 他也要传送 他不想亏经验 对吧 而我们也恰好把这个兵线就控在中间 所以的话 他传送上来 我们还可以再抓他一波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 石头没有TP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帮队友推线 把这么多兵推到他们家塔下 那这个石头是不是就炸了 第四个 敌方兵少 我方兵多的情况下 大家要推线 这个就是刚才说过的 这个说过了 我们就素材 大家也看了 对吧 我们就第五个 将兵线推至敌方塔下 会使兵线很快推出来 方便下一次干客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里 抓这个人马 他这里流血流死了 这里的话 其实敌方兵虽然多一点 敌方兵虽然多一点 但是呢 其实都是采血 可以很快推过去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推一下 并且呢 看一下 下波兵线马上就要上来了 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要着急走 这里走了 这里走了的话 可能是当时是想反向野吧 不过我们再继续看啊 这里其实是失误了 应该帮诺手 再把这波线给推过去的 不过没关系 诺手状态是比较好 他满血满蓝 所以的话 没有必要强行推 给自己找个借口 总之呢 就是他把这个兵线 推进塔里面 这样的话 敌方的防御塔 可以快速的 把这波线给吃完 对吧 把这波线吃完 下波线 敌方的兵线自然就放出来了 放出来 对手自然会靠前 对吧 这样的话也方便 我们下次再出来干客 这里兵线又出来 我们下次还可以再抓 特别是 你上次刚把对手抓死 那么对手他交了技能 比如说没有大招 没有保命技能 对吧 或者是没有闪现 急跑等等 你下次再抓他 也更容易将他抓死 第六个 推线推到底 下一波兵 即将上线时 也要帮队友推到底 这个就弥补了 我们刚才就是说的 那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帮瑞文把盖伦给抓死 我们这里准备撤了 但是通过这里发现 敌方的下一波兵 也要马上上来了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用着急走 而且瑞文这个状态 他想要退一整波线 是很容易出事的 对吧 他状态差的 推线慢 而且敌方打也容易过来 或者是他推的慢 敌方上单 上线 还可以将他杀掉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不要着急走 我们这里再回个头 继续帮他清线 这样是不是快多了 他也会舒服很多 而且可以让对手快速丢失这波线 对吧 很多 很多同学就是 就会说 那队友一直说我 一直给我打信号 让我走 该推的时候一定要推 但是他如果一直打信号 那我们走就行了 那是说明他有能力清线 大家明白吗 或者是说他想要控线 还有就是 他如果状态特别差 你帮他推线 他不会说什么的 明白吗 就比如说这个瑞文 他就这么点血 你帮他推线 他肯定会感激你 除非他是个彻头彻底的大傻子 他才会说你什么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也不用不要顾忌那么多 你该推的时候就推 第七个 推线后我方兵多 则推他吃他皮 这个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 也是特别实用的 就比如说 我们就刚把对面杀死 有很多兵线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一定要吃塔皮的 吃塔皮是一项 很重要的额外收入 这里啊 有一大波兵 还有有一波兵 还有个炮车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跟队友一起吃 就是说对手刚死了 他暂时不能上线 还有很多兵 那一定要吃一两层肚层再走 甚至可以吃更多 看情况 看局势 然后呢 第五节课 就讲到这里 本节课呢 作业 第一个 排位使用寡夫 排位使用寡夫 实战三场 然后回看自己打的录像 找出自己错误的地方 并且记录 第二个 回看寡 回看录像 使用寡夫 每次干坑后 兵线处理是否正确 反思不对时 应该怎样处理 第三个 将记录的 记录的错误点 在训练模式里 使用正确方式 练习三次 好了 第五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